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关于这个数据链路程就学习了非常多的概念 包括这个数据的封重承证的方法 以及透明传输的概念以及方法 还有这个差错检测的概念以及方法 并且我们还学习了这个最大从事单元 MTU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学习了这么多的内容之后 我们真的理解了什么是数据链路程吗 其实并没有 我们还需要学习本节课 以太网协议的内容 我们才能了解数据链路程 它是怎么样进行这个数据的传输的 那么以太网协议呢 它是这个数据链路程非常常用的一种协议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学习的是具体某一层的这个协议 那么我们在学习某一层协议的时候呢 我们就希望屏蔽其他层的一些细节 就比如说这里面 我们学习的是这个数据链路程的协议 因此呢 在这里面我们重点是考虑这个数据链路程 它是怎么样进行数据传输的 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不需要关注这个物理层 我们不需要关注物理层是怎么样实现这个比特的传输的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个比特流是直接的从某一个设备的数据链路程 传送到下一个设备的数据链路程 以此来简化我们的理解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提一个问题 通过这个问题来理解我们本节课需要学习的一个内容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假设有这样子的一个网络拓谱 在这个拓谱里面呢 有A B C 这三个计算机 并且他们三个计算机呢 是通过这个路由器进行连接的 那么这个时候假设 A是要通过这个网络拓谱 向C发送一个数据 那么数据是怎么样到达这个C的这个计算机的呢 也就是说路由器 它怎么知道这个A所发送的数据发送给谁呢 那么这个就是本节课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本节课去的内容 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要了解什么是Mac地址 接着呢我们再来了解什么是这个以太网协议 首先我们先来看什么是Mac地址 那么Mac地址呢非常简单 也称之为是物理地址 硬件地址 那么这个Mac地址呢 全世界所有的物理设备呢 它都拥有一个唯一的Mac地址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Mac地址呢 是这个设备的身份证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证呢 每一个人的身份证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Mac地址呢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每一个设备的一个身份证号码 那么这样子呢是方便我们去理解的 那么这个Mac地址呢 它一共有48位 有48个比特位 通常使用这个设例定制来表示的 我们接下来就要通过一些命令来查看计算机的Mac地址 我们打开这个Windows的命令行 这里面呢我们通过输入这个IPconfig 斜杠 我们就可以查看本机的所有的物理设备的一个Mac地址 好的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输出的非常多的信息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以太网3的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物理地址是这个74 1-46A07E7D11 那么这个呢就是物理地址 Mac地址的一个形式 还有下面的这一个 以及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 这一个 那么这个呢是属于这个无线绝约网适配器的 也就是我们的无线网卡 那么这个呢就是查看计算机Mac地址的一个方法 我们通过这个IPconfig 斜杠 我们就可以查看本机的所有物理设备的一个地址 那么这刚才呢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Mac地址 它们的形式都是类似的 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格式 两个数字或者字母 然后呢一个横杠 然后再是数字和字母横杠 数字字母横杠 这里面有一共六组这个数字和字母的组合 然后有五个横杠 那么这个呢是Mac地址的一个通用的格式 那么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Mac地址呢 它一共有48位 并且呢是使用这个十六金字来显示的 这里面每一个数字或者是每一个字母呢 就是这个四个比特位的一个十六金字的一个表示 这里面一共有12个这个数字或者是字母 那么加起来呢一共就是48位 4乘以12等于48 那么这一个呢就是Mac地址的一个形式 好的了解了什么是Mac地址 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习这个以太网协议 以太网协议呢是本节课重点的内容 我们重点是需要理解这里面的以太网协议 那么这个以太网协议呢 它是一种广泛使用的绝绝网技术了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那么它是利用于这个数据链路层的 也就是说以太网 它是数据链路层广泛使用的一种网络技术 那么使用这个以太网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相邻设备的数据证的传输 这里面我们重点强调了这个相邻设备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强调这个相邻设备呢 我们后面还会了解 这里面我们先知道这个以太网呢 是这个数据链路层采用的一种协议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这个以太网 它的数据的一个格式 那么对于这个以太网数据呢 它其实主要是可以分成五个部分的 分别是这个目的地址 原地址 以及这个类型 还有这个真数据 以及这个CIC交易码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有五个部分 前面的两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个MAC地址 那么MAC地址呢 根据这个发送以及接收呢 就可以分为这个目的地址 以及这个原地址 那么这个目的地址或者是这个原地址 下面的这个6是什么意思呢 在刚才我们学习了这个MAC地址呢 一共有48位 那么我们知道一个字节呢 就等于8个比特位 我们把48除以8呢 等于6 也就是说这里面的6 表示的是这个字节 所以呢 这里面的目的地址 它占用6个字节 原地址呢 也是占用6个字节 类型呢 占用2个字节 最后的这个CIC 循环有余这样码呢 占用4个字节 那么这里面的真数据呢 它占用46到1500个字节 那么这个就是以太网协议 它数据的一个格式 那么在这里面呢 关于这个类型 我们也做一些拓展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类型呢 表示的就是说 这里面这个真数据 它具体是什么协议的数据 比如说如果是这个网络层的IP数据的话 那么这个类型 它的数据呢 就是0800 这里面的每一个数字呢 都是16进制的 那么如果说这个真数据呢 它是ARP协议的请求 或者是应答的话 那么它的类型呢 就是0806 如果说是这个ARP的话 那么它的类型呢 就是8035 这里面的IP ARP 以及ARP呢 它们都是属于这个网络层的协议 这里面我们提前提到了 这里面的几个协议呢 主要是为了理解这里面的 以太网协议的类型 这后面呢 我们还会具体学校到这些协议的 同学们在这里面不用担心 那么学习了这个以太网协议的数据格式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来学习这个Mac地址表 那么Mac地址表呢 是一个映射 它会把这个Mac地址映射到具体的这个硬件接口 比如说这个31这个Mac地址呢 就映射到了第一个网络接口 32的这个Mac地址呢 就映射到第二个这个网络接口 33的这个Mac地址呢 就映射到了第四个网络接口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Mac地址表 理解了这个Mac地址表 我们就可以解决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问题了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A需要跟C发这个数据的时候 需要通过这个E这个路由器 但是呢 这个E它是怎么样知道 A所发送的数据是发送给C的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整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假设 这个E呢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路由表 A的Mac地址呢 它连接的是11这一个接口 B这一个计算机呢 它连接的是12这么一个硬件接口 C呢 连接的是这个E3的这个硬件接口 那么如果说A需要发送数据给C的话 我们来看整一个过程 那么首先 第一步 A通过这个网卡 发出这个数据帧 在这里面就是这个以太网数据帧 然后呢 数据帧到达了这个路由器 路由器取出前面的六个字节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前面的六个字节呢 就是目的机器的这个Mac地址 然后呢 路由器就会进行判断 它会查询这个Mac地址表 从而找到对应的网络接口 这里面我们知道A需要传输给C的 那么在这个以太网数据里面呢 前六个字节就是C的这个Mac地址 那么E呢 就会匹配这个Mac地址表 A发现这个C 它的硬件接口是E3 因此呢 这个路由器就通过这个E3的这个网络接口 往这个C发送这个数据帧 那么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这个数据 从A到C的这个发送 以及接收的过程 这里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是这个Mac地址表 那么这个Mac地址表呢 实际是这个路由器所拥有的 那么在这里面可能是同学就有疑问了 如果说 这个Mac地址表呢 它并不知道这个C的硬件接口 具体是哪一个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情况 这个路由器它是怎么样进行处理的 那么同样的 A也是需要发送这个数据给C 那么E呢 这个路由器呢 它首先会检查这个Mac地址表 那么这个时候因为这个Mac地址表 没有C的这个信息 所以呢 E就会广播A的数据 到这个除了A以外的所有端口 所以呢 E将会把这个A的数据 发送给B以及C 那么这个时候呢 E将会收到这个B以及C的回应 那么E在收到这个来自于B以及C的回应之后呢 它就可以把这个B以及C的这个Mac地址 记录下来 那么记录下来之后呢 E就知道了这个C的地址是什么了 那么知道之后呢 E就可以往这个C发送数据了 那么这一个就是 当这个E路由器 它不知道这个Mac地址印射的时候 它怎么样进行这个数据报的处理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网络拓谱 那么在这个网络拓谱里面呢 有四个计算机 分别是ABCD 然后呢是有两个路由器 E和F的 那么在刚才呢 我们也对这个Mac地址表进行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讲解 并且知道这个Mac地址表它是怎么样去应用的 那么从刚才这个使用这个Mac地址表呢 我们也发现了 发现这个Mac地址表呢 它只能指定这个某一个数据帧 它下一个地址是什么 也就是说它只能进行这个相邻物理节点的传输 比如说这里面 如果说我们需要A通过路由器E发送数据的话 那么因为这个路由器E呢 它只能知道A D和F 这三个设备的物理地址 因此呢 E它只能发数据给D F或者是A 所以呢 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需要 计算机A 往这个计算机C 发送数据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 A怎么样跨设备 传输这个数据到C 那么这个跨设备传输是怎么样去做的呢 我们还要学习后面的内容 我们还需要学习 网络程的内容 才能解决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问题 那么网络程呢 将是我们下一章的内容 同学们如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就要学习网络程的内容了 在这里面我们先来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一个总结 在本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两个部分的内容 分别是这个Mac地址 我们知道这个Mac地址呢 是这个物理思维的唯一的一个地址 然后呢 我们学习了这个以太网协议 包括这个协议的数据格式 以及通过这个协议是怎么样进行这个数据的传输的 那么这之后呢 我们也抛出了一个问题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还需要学习下一章这个网络程的内容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具体内容 好 感谢观看